此人是黄浦军校最牛的将星,毛主席说若他没死,抗战何苦,要打14年,上个世纪20年代,在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,建立了黄浦军校,该校教育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军事政治人才,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军事将领君出于此。 黄浦三杰是指黄浦一期学员中最最最为突出的三个人物,他们是蒋仙云,陈庚和贺中涵这里有个大家不熟悉的蒋仙云,可谓是个传奇蒋仙云。 湖南省新田县大平堂乡大平堂村人,战功赫赫,的蒋仙云,是红透了黄浦的一期高台生,以其卓越的才能成了国共两党合作与交往的桥梁。 在城上起下出谋定计,沟通信息和促进团结合作,发挥过无可代替,的作用。 1924年8月在中共广州地位的领导下,第一个黄浦共产党支部成立蒋仙云,当选,为第一任支部书记。 其地位和作用是非比寻常,的在我党早期为数不多的党员中,许多党员都集中到了黄浦军校且多, 是各地区的精英骨干蒋仙云能从中脱颖而出,也足见他出类拔萃的领导活动能力和党组织。 对他的充分信任1925年初,蒋仙云毕业留校后,担任校长蒋介石的秘书,二月小蒋随老蒋,参加第一次东征两次富商。 六月在广州平派中之身带领一个联军市中心,占领了滇军总指挥部立下齐功。 八月又参加第二次东征,已担任帝,一军三十七团党代表,得他再三次富商的情况。 下亲率赶死对,一举攻占了惠州城,在立新宫蒋仙云虽身的蒋介石的钟爱和青睐,并被迅速提拔乐生。 黄浦仲学子无不羡慕,但他却信仰笃定,当政部阿1926年中山剑事件,发生后蒋介石,以中将教育长的职务诱导他脱离共产党,而具有双重党员身份的蒋仙云,却第一个公开声明,脱离了国民党。 1926年7月蒋仙云参加北伐,日北伐军总部秘书,玄幼任,补充第五团团长转战阅,香、干、饿,在攻打孙传邦老巢南昌,实时蒋介石亲临前线都镇,却遭敌包围危在旦夕,小蒋孤军营敌掩护老蒋脱险,赢得了突破重为火线救主的战斗殊荣。 一时传为佳话蒋介石深爱蒋先云之才数次派人力邀蒋先云,徐以其担任嫡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要职,但前提是必须发表退出共产党的声明,蒋先云却不为所动,拂袖而去。 1926年底,毅然离开蒋介石来到革命中心武汉,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又从事工运,并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。 1927年4月19日十年25岁的蒋先云满怀一腔热血和革命情怀,又投入到第二次北伐战争,并被任命为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。 5月28日蒋先云率部在河南林营,与凤系军阀击站出左脚中淡带,山跨马手挤军刀率队冲锋然,再次重弹人马俱翻,仍高呼不斜冲锋冲锋,向前杀去。 并被师长说,我蒋先云不捉住张作霖绝不下火线,最后不顾师长劝阻,又让士兵护卫重跨站马向前冲锋组被弹片击中战死在沙场。 其实情形感人惨烈之身是一国民革命军界两个师兵力,而凤军有七个多师兵力,还动用了坦克大炮,甚至毒气少帅张学良彻换军长,一人杀掉旅长,一人,团长三人最终还是溃败。 蒋先云这颗黄埔军校最耀眼的明星,本,可以成为公和国人薰的天才将领,过早地隐落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选择了杀身成人,的告别方式,给人们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和怀念。